本节目由Whitecar视频原创制作 提到马云 大多数人都能联想到的是淘宝支付宝 但是在未来几年后 也许马云这个名字将会经常出现在汽车行业 2015年马云与上级进行合作 主要针对中威和明爵两个名牌 阿里巴巴为上级提供强大的软件技术支持 此前不久更是发布了M7旗下的电斗概念跑车Emotion 明爵Emotion的外观非常炫酷 这是一款双门四座跑车 由于明爵拥有着英国跑车血统 新灰骑士顿的中网和伦敦眼的大灯的家族式设计元素 在Emotion的概念车型上均能看到 车头大灯上方拥有一个灯罩 远光灯开启灯罩会打开 仿佛其实眼睛真的更大 变价专注 车上很多线条都不是独立存在的 伦敦眼的延伸线通过门把手和镀铬视条延展到车尾部 为了降低风阻 Emotion采用镂空式的摄像头 取代了传统的后摄像设计 这可能也是未来车辆的发展趋势 整车取下掉了B柱设计 并且采用虎顶门的设计 车顶从前挡峰到后挡峰 全部采用全景式设计 外观非常霸气 车辆内部设计了传统物理按键 简洁的设计风格体现了未来气质的科技感 据了解明爵Emotion为纯电动车型 官方可说百公里加速时间为4秒多 续航里程可以达到500间米 这款纯电动跑车的售价也相对低廉 相信在2020年量产之后 会有一个不错的相量成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